大家好 我是飞秒钟表维修 今天说到一个粉丝朋友继修的一块天梭表 这块表非常的有特色 12点的12点位置有一朵花 而且这朵花呢 这个颜色是粉色的 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有变化 是每天还会变一种颜色 非常的有特色 大家看这一款天梭 这位置被同行维修的时候浇水粘的 到处都是浇水印 而且指针把人家给划散了 这地方都是浇水印 像这种的话都是没办法修复的 我们再看看别的位置 这个地方倒是浸水导致的 这也是浸水导致的 像天说的这个油墨做的特别好 印刷的特别好 它都没有溢出 指针的中轴也是非常的圆弱 就是后期维护的时候 不知道是哪位大神 给人家做成这个样子 这款表不需要做保养 这个是表有自己拆开之后 把拉档部位弄错位的 只要打开机型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听说这款表盘12点位置的小花 确实特别有创意 做的也很漂亮 看接下来拆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应该是重出来之后 导致螺丝断裂了 稍后我们给他换一个新的螺丝 那就是这个部位 错位了 我们打开这个部位 重新安装一下 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打开这个部位 检查一下 看看这离合感 他活动的这么长不 然后呢 装上拉档 稍微看一下 那这也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不错 看来这是错位了 简单的错位了 重新安装即可 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不要好 轻易尝试 拆装手表 这个东西都是专业人士说的 所以专业的 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所以还是自己 不要拆开 避免对手表造成二次伤害 增加额外的 维修费用 这些特别的顺畅 没有问题 天说的这朵花 寓意着表游 每天的心情都像这朵花一样 绚丽多长 这样别具风格的天说 大家爱了吗